另外来看到花莲县的救国团以及花莲县诱师青年服务协会共同主办的 花莲县各界庆祝青年节社会继学校优秀青年表扬的大会 30号的下午在筑强国小来举行 也鼓励青年要奋发向上 大会现场邀请秀林乡创意舞蹈社带来热情的马克雷娜 舞蹈揭开表扬大会的序幕 花莲县政府立法委员服务其服务处 中华美国各界庆祝111年青年节筹备委员会 花莲第二信用合作社 花莲县救国团自由联谊会 及救国团总部共同的指导 花莲县救国团及花莲幼师青年服务协会 共同主办的花莲县各界庆祝青年节社会及学校优秀青年表扬大会 30号下午在筑强国小三楼阶梯礼堂办理 花莲县团委会主委周永宏 国民党花莲县大部主委张英华 卫生学长朱家祥 吉安乡长游书珍等等 会场贵宾众头云集 目的是在奖励青年优良德行与杰出的成就 来表扬青年对国家社会的重大贡献 同时也为国家来发掘优秀的青年人产 对于我们所有这些优秀青年 我们要鼓励这些获奖者继续来努力 将来能有更大的成就 来为社会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想总装部最后有一个启示就是 中华民国是一百多年前 由青年人拼出来的 救国团是为国家成立的 我们每年几贯青年节活动的目的 不单在于肯定青年个人的杰出表现 更在于关心中华民国的未来发展 救国团是一个充满正气的组织 希望让台湾社会公理正义的力量 彰显出来 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替国家培养善良正能量 脚踏实地 对国家有荣誉心 对社会有荣誉感的青年 当前的大环境 有诸多不利于青年人 正面成长发展的因素 还给还给这个青年 我们台湾青年好的成长环境 真的是不能再等待 呼吁大家都能把眼观范延 格级范大 都给青年人 同理和关心 都培养各领域的人才 才是青年之福 欢迎训练团委会主委 周永宏表示 旧国团一直秉持着 我们为青年服务 青年为国家服务的宗旨 今年青年节规划的空中梦想家 与青年有约 青年创意网红直播 以及青年有真爱 光环五国界 全国公立连线活动 一系列活动 透过活动 付给让青年朋友们 在过程当中体验学习 并且在青年节表扬大会 而鼓励花园地区的优秀青年 就有表扬 以及优良德行 结束的四季 以为社会大众学习楷模 鼓励青年分发向上 热爱国家 光慨社会 记得join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